哈喽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中国新闻社谢宇 那在我身边这位呢 是我邀请来的著名台湾女博主阿佳 请阿佳介绍一下自己 哈喽我是宝导说的女生阿佳 今天非常开心终于来到 名闻狭耳的宁夏夜市了 因为你知道吗 在我们宝岛台湾的台北 就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宁夏夜市 所以呢今天我就要到宁夏 来看看他们的夜市是怎么样 那如你所愿 我们今天呢 到了银川最火爆的夜市 怀远市场 哇太好了 那我要跟着小雨 一起展开我们的夜市探险 Let's go 出发吧 小雨这里的店琳琅满目 我们要从什么开始吃起啊 来宁夏当然要先吃烧烤啊 哎很有道理 那要去哪一家吃呢 我带你去我最常去的一家 果然是好吃 真的是好吃 哎有一句话说 这里的羊吃的是中草药 喝的是矿泉水 这是真的吗 哎还有一句话 嗯 说没有一只羊可以活着离开宁夏 所以你看他们的羊肉 多么的粗母 干杯 吃完烧烤 我已经觉得有一点撑了 小雨 那你还是不能错过一样东西啊 你知道银川夜市 哪里打卡最火爆 哪里人最多吗 特别想知道 鸡在眼前啊 就是我们的四小门牛肉饼 牛肉饼 对啊 牛饼我们台湾也有啊 啊 排队的人这么多 还好吧 不就就十几个人 哇 你看那边啊 那边才是对啊 嗯 哇 牛肉饼来了 真的很脆啊 而且它的牛肉很香 对对 你做的没做 葱是灵魂 对 它的葱是整个饼子的灵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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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各位 台湾香气 这个叫辣条 听说是西北 西北很有名的小吃 尝尝看 没有嚼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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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小语 这个不就是我们台湾的车轮饼吗 这个 这个 葱果玉米饼啊 我跟你讲 我在大陆遇到这样的事情很多啊 就是说呢 它名称不一样 它的本质是一样的 我们的这个车轮饼啊 就是中间包红豆 对不对 对 中间包红豆 一拍几盒 诶阿佳 今天吃的怎么样 吃的太沉 我都挪不动步了 已经 这才拿到哪 下次来我们逛遍千米小吃摊 一言为定 那今天的小星带领 阿佳走遍了咱们的宁夏怀远夜市 吃到了各种美味小吃 那也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 来咱们宁夏怀远市场 打卡各种美食小吃